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国教会成立了已经25周年了 但在洗手间那边的时候 其实是我教会搬来之前的地方 都是一间教会来的 我们是直接搬进来的 即是说他们用了几年之后 我们再加上25年 一方面夏天的时候很热 加上要提高卫生标准 以前有这样的设计 这个都是Pastor Chris 这样帮忙设计的 当我们做的时候 发觉到原来外墙 其实石屎摩托得很严重 那些石屎随时会倒下来 所以神都给我们一个好的机会 如果我们不是装修的时候 就不会知道外面石屎摩托得很严重 如果石屎掉下来的时候 后果是可大可小的 正如传道书所说 神做万物 国安其事性能也好 整个事情都会到神的美好 都是在神里面很有福分 可以见证住25年里面神的恩典 所以我教会一直来都是很付出给其他教会 没有保留一些钱 他自己怎么装修 或者怎么样去抗堂 但是神都有他的心意 有他的时间 今次就是厕所和厨房 都有不同的流水 都发觉真的需要去整理 好像当时盛店的建筑 我们虽然规模小很多 但是神都是提供适当的工人 各方面的知识 使我们可以做得到一件事 Logo 会见到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其实是15个颜色的 是一个圈围住的 其实设计很简单 意思就是不同的颜色 其实代表不同的大兄姊妹的肢体 好像一只手一样 放在一起合作的 中间有一个白色的圆圈 会出来的 其实意思就是 当大兄姊妹一起合一 去彼此相爱的时候 在当中就会见到本来见不到的事情 神就跟我们在圣经里面去教我们 就是说 是唯有 当大兄姊妹给予相爱的时候 才会见到人是本来见不到的神 所以邀为神就是透过教会去彰映的 这个就是Logo 的意思 欢迎来到旺角教会 刚刚听完两位牧师的分享 真是很期待 事不宜迟 让我们来和大家来一个圣经旅行 好 我们首先去介绍厕所这个地方 也是整体装修 变化得最大的地方 分身之后 我们的长生 以防清水膜的形式 打造了一个水泥的效果 给人也有一种简洁 和时尚的感觉 而这个分身的木製门 用的时候 就要轻轻地去推它 不要太大力地去关它 我们走出来厕所这个位置 都会见到这里 加设了一个洗手盆 水龙头也有特别的设计 可以自由地扭曲 当我们的厕所没有水的时候 那我就记得可以拉下来 就去装水在水桶里 就可以方便到充斥了 每一格的厕所 亦都加设了一个手抽纸巾 在厕所里面 洗完手之后 就记得要抹干净手 不要拼干 令到地下就很湿滑 哇 这里就太舒服了 好像五星级酒店那样 哇 你真是熄火了 这个也是我们同工们 将整条街的马桶 试错了 亦都选了一个最合适的 让大家去到享用的 而我们的厕所板 就是用了油压式去设计 大家记得用它的时候 就让它自然地降下 不要太用力去压它 哇 真的要好小心地用才行 你会不会有阵阵凉风吹过 因为我们厕所 特别加设了两个强力的抽气线 加上我们走廊 亦多了一个冷气机 在夏日炎炎 大家享用厕所的时候 都不会觉得很热 或者很局促 为什么这里还那么光 对 我们也加设了一个晴空灯 模仿了一个自然的光 令到一个厕所可以更加的了亮 亦都让大家在排队的时候 可以抬头望一望 所以是阳光与你同在 哇 真是很温暖 好温暖 好 我要留在这里不走了 那我也用一用厕所 这里那么萌 你照着什么呀 我看以前的古装剧 都是这样用童镜照 嗯 厉害 不过这里就不是化妆间 是厨房 从前这里就是洗手盘 热水炉 以及排队在厕所的地方 不过教会人数加了之后 迫在这条窄窄的箱上面 很不方便 所以我们重新调配的位置 这里就变成厨房 比较难忘就是去选择我们用什么材料 什么颜色 因为很多东西我们真的不懂 也没有钱 去找什么专业人士帮我们去设计 例如尝试去到我们楼下 去逛逛逛逛逛这些店 去传摸一下 看看有什么款式的东西可以去用 还有去看看神的话语里面 有什麼提示、有什麼鼓勵 都不知如何選擇的時候 有幾百種選擇可以選擇的時候 神又會去透過不同的東西 又會去帶領開路 譬如我們的洗手盤和煮食櫃 即是廚房洗手盤和煮食櫃 兩面是用銅的對比的 教育聖經裡面 在聖殿裡面 無論是祭司去結證 或者是獻祭 都是用銅的祭壇 和銅的銅鎧去洗 去考慮的時候 我發覺神的懷語是去配合的 去帶領的 神有開路讓我們找到適合的材料 我們加設這部冷氣機的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當我們煮食的時候 有很多的蒸氣 所以這個時候 只需要把冷氣機的風後位 調至這個角度 就可以吹散蒸氣 加上我們先開抽氣 就可以把蒸氣全部抽走了 特別要注意這個二合一的微波焗爐 當你用微波功能的時候 記得記得要將裡面的鐵架和鐵盤 完完全全地清除掉 因為如果你留下了一個孤兒 裡面就有機會會爆炸 這個地方這麼大 雪櫃放在哪裡呢 就是你藏在那裡 其實這個雪櫃就是 滿載神的恩典 有一個搬到高尚的業主 他就將原本這個雪櫃 半價出售 而這個雪櫃就剛好 配合了我們這個廚房的Sizer 水櫃滿載神的恩典 神都為我們打造了一個五星級的家 最難忘的事情 其實是不止一件的 但是總體上來計的時候 人家見到 當我們想將最好的給神 像是教會能夠在底尖來到 當中都覺得很舒服的時候 神是將最好的給我們 在各方面給我們很多的配合 因為整個地方是比較窄 想用盡空間的時候 的確神是供應我們的需要 在這個雪櫃 以至教會過去是沒有一個焗爐 這次也供應一個微波和焗爐在一起 加上單單硬件方面 甚至在人力方面的時候 神都給我們在人力方面是好的配合 以至我們所需要的人 都可以幫忙 使整個過程非常順暢 還有基本上教會很多的工作 都是我們自己 會和同工一手一腳去做的 我們的廚房也都運用了 火和水來做一個主題 火就用到這裡的地方 因為我們平時是用來煮食 我們就用了銅來做一個背景板 水在哪裡呢 水就是我們平時用來洗碗 洗手的地方 我們可以留意到我們的牆 是用了摩洛哥的魚類磚牆 為什麼我們會選擇這隻色呢 因為當銅氧化之後 就會成為了綠色 我們就可以把整體的廚房 都有一個聯繫性在當中 這裡就是我們平時用來 裝水喝的地方 可以留意到我們有兩個不同的出水位 這個就是出一些過濾了的濕溫水 而這邊就是裝熱水 我們是用了荷蘭盡口的Cooker 只要一按就立即有熱水可以喝的 我們稍熱浴布來到這裡 就是我們平時可以用來洗碗的地方 可以留意到我們有兩個不同的水龍頭 他們都有特別的設計 這個就可以自由地去流動 而這邊就可以直接拉長就可以用的了 可以方便不同的弟兄姊妹 就是上去清潔或者裝水的時候 都可以立即有水可以使用的 特別的溫馨提示就是 我們兩邊的水龍頭都裝置了熱水 當需要洗碗或者徹底清潔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用這個來出熱水 就不需要用Cooker去裝熱水用的了 為了令整體的空間更加大 我們就把垃圾桶安置在這個位置 可以留意一下 嘩!那個大小又是配合到正的 我們可以看看我們的垃圾桶呢 又是油壓式的設計 大家使用的時候 就等它慢慢自己降落 那就不要用力去按它了 整個和好堂的燈光 就用了這個暖色系 營造一個很溫暖的感覺 而加設了這些射燈 這裡絕對是一個超級好的打卡勝地 我們還有這張升降台 可以配合不同需要時候的用 我們還有這個細心的導師 加設了這個充電器 方便工作時候的大興展會用 而這個就是教會添置的外置充電器 是免費借用給大家的 不過大家記住 有借有環 不要拿回家 而上面這個圓形冷氣機 賣點是均勻送風 不會太冷 也不會太熱 還有它體積比較薄 提升了整體的空間感 冷氣機都安裝了彩虹燈帶 顏色就會隨著聲音而變化 不要看少許鐵燈帶 是大興一手一腳 逐粒逐粒把燈焊上去 就是粒粒皆辛苦 煮食還怎麼照得音樂呢 換上了Yamaha的藍牙音響 加上重低音的喇叭 聽著樂耳的音樂 一定可以煮出很美味的食物 最重要是煮一崇拜的時候 多人還會開放和好糖 好的音響都可以幫助大家 更加投入在絲果崇拜裡面 我們教會也添置了這部投影機 我們老師在網上 以一個很便宜的價錢 就可以吸入了這部投影機 都很感謝神 給了一個質量好 文質高的投影機給我們 當我們有這部投影機的時候 就自然用來看的 所以呢 這邊也會添置了一個新的投影機 稍後就會裝上去 而這塊玻璃也貼上了導磨 也是弟兄姊妹一手一腳貼上去的 他們很小心地消除玻璃上面的氣泡 當導磨一通電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外面的場景 如果不通電的時候 也可以形成一個獨立的空間 大家記住 千萬不要用手去碰它 還有不要用布去清潔 起 這裡不是飯堂 也不是廚房 這裡是和好堂 玩過過級的都知道 廚房如同戰場 總是會有衝突的地方 所以和好是一頓飯的關鍵 也是保羅提醒哥林多教會重要的教導 好來到主堂這個地方 我們一進到第一眼就可以看到 YARI神的名字 和大型的彩虹玻璃 當光頭進來的時候 就可以形成了一個彩虹 在教會當中 我們走到中間這個部分 都會看到神的名字 在我們的中間 這個就是以希伯來文所寫的 這個也可以代表著 這個是神的居所 我們渴望神在我們的當中 彩虹也可以看回創世記的 九章十二到十三節 這個就是代表著 神和人之間納約的記號 我們平時就用這個地方 來順拜和團契 當我分享信息的時候 就會合併 瞬間就變成了一個大銀幕 至於音響方面 我們都添置了四支咪 和這個頭咪 大家眼前看到的這個畫面 就是我們新添了的一部相機 我們平時直播的時候 都會用到這部相機 正當教會運動一個鐘的時候 就偶遇了在大閣最經營的時鐘廠 而這個全人手製造的鐘 就和M家所展示的復古時裝是一樣的 教會還新鮮著這個大螢幕 來取替原油的迫布板 它的特點就是薄 只有一吋口 還可以顯示到畫的質感 而且教會最新的資訊 都可以在這裡運到 當人小小的時候 這裡最適合就用來開會 那就不想用外面的大研究 延長研究的壽命了 教會其實都經歷過幾次裝修 但是和我教會就好像 剛才Pastor Chris說 和我教會還沒有特別租些錢 放在整個地方很漂亮 和我教會有個資源的時候 突然之外的奉獻 都用來去擴堂 我們先後建立了 將那套教會和我教會 然後將這些錢 除了本技發展之外 也支助其他地方的宣教工作 所以每次裝修 其實是因為需要 而為想有更好的地方 最初裝修的時候 大家留意到 無論是和好堂 或者療養堂 原本以前是直過去的 這個地方很好用 搬進來的時候 都不知道原來那裡是潛建 後來政府發文信來說 都是潛建的 於是就要一個大裝修 把那些拆掉的地方 又細了 變成兩個 突出的位置 只有一個走廊 這就是第一次的裝修 第二次裝修的時候 就是牆 因為滲水也很厲害 上一天的教會都是這樣 旁邊有些水松板 用來貼一些告示 因為滲水也緣故發霉 所以我們兩邊的牆 就用這些磚 這些磚就像火聖殿一樣 希望能夠跟住這個滲水的問題 再進一部第三次裝修的時候 就是留意到 就是前面那裡 前面那裡 以前一塊紅色的絨布 都是25年前那間教會 不知用了多久 到後部 其實應該是2017年的時候 留意到已經煤了 已經不可以再煤 已經煤了很多次 於是 法師傅就想到 不如把它變成一個 前面做一個大的顯示屏 以前的廣台是一個很小的 四方形 把前面成一個廣台的位置 重新鋪過這些地板 因為我們把資源 把最好的給回神 結果在裝修裡面 神都給我們最好的 結果這個顯示屏 前面的面膜 加上彩虹的時候 都是法師傅的設計 帶來一個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教會 實際上是恩典 雖然我們教會是小 但是 因為我們把最好的給神 實際上也把最好的給我們 結果來講 教會所有的設備 這方面都是最先進的 就不是我們特地要做到這麼先進的 當電梯門打開的時候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十字架 這個設計 是有特別的含意在這裡 正如羅馬書第五章八節所說的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顯明這個字 在希列文裡面有推介的意思 是神首先藉著耶穌在十字架上面 所彰顯祂的愛 去吸引我們 去人令我們 入到教會裡面 那教會呢 就是神的令去掌管的地方 經過教會之後呢 就去到台的前面 就好像相當於雅偉神的私恩寶座了 就是神的名次所在的地方 奇妙呢 就是如果你看希伯來文 《創世紀》第一章第一節 就是聖經第一個節 就是《Berasheed》 第一個字母就是《Bave》 《Bave》就是義子 希伯來文第一個字的字母 《Vish》就是希伯來文 《靈》第一個字母 《Aleph》就是希伯來文 《神》第一個字母 字母排列方面的時候 都是義子 《靈》 然後是《神》 就是換句話 神接觸的義子 去吸引我們 去引導我們 成為教會 教會是神的令去掌管的地方 就相當於去到私恩寶座面前 就好像昔日的聖經裡面的知情所一樣 來到這裡 相信大家對教會新的裝修 有進一步的認識 沒錯 而這棵聖誕樹 也是見證著我們教會幾次的裝修 就是出自司編的110篇三次 經文就說到 當你掌權的日子 你的物要以聖結的裝飾為衣 甘心天心自己 你的物多如清神的甘露 對呀 盼望我們成為阿偉神的精兵 善用裝修之後的教會 將福音廣傳開去 今集的Church Tour 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歡迎大家Like Share 還有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拜拜 拜拜